很辣的一個女人的韻味的味道 OMG! 想不到它是黑白 Hello大家好 我是馬友 大家看到我今天這麼清爽的樣子 因為我今天想喝香水 還有水花 看到嗎? 今天我有四種主要的香水想說 這四種香水都是同一個品牌 它們就是KKW Fagrant 大家會不會有一刻覺得我是收到KKW的錢 其實沒有 我真的很喜歡KKW這個品牌 剛剛收到它們新的產品 我很想說 就是它們新出的香水 它新的Kimoji系列就出了三種不同的味道 一個是Cherry的樣子 一個是蜜桃 一個是Vibes 這個Kimoji香水 Kimo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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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它這個 KKW Body 首先我想說這個Body 這個Body的瓶 如果對香水有一點認識的朋友 你一看就知道它們是Refence的 這支香水 當時也是一支我很愛的香水 小時候 就是這個 Champot Cortier的這支香水 這支香水如果我認識的男士噴這支的話 它一定是一個對穿衣服很有要求的 大家有沒有用過這個系列的任何一支香水 它每一個系列都不夠這支 它有出了超級多不同的顏色 有粉紅色、金色、黑色、白色 有很多不同的顏色 但沒有一支是夠這個香 所以這個是無敵的 No.1 其實外形上 我覺得KKW這支是比較漂亮的 你看它是凹凸的 當然這個是男人 這個是女人 是不一樣的 它的手感是好像石頭一樣 有線條 手感上是比較特別的 這個就是一個玻璃瓶 所以這個是 一個玻璃瓶 這個就像是雕像的感覺 近年來 在香水的外國設計中 最美的 設計性的香水瓶 可能我會被這支香水影響 因為這支Champo Corsi的味道 是非常有型 酷的 神秘感的感覺 所以我看到這支香水的時候 我也是幻想它是一支 哇 一定是一個很辣的 一個女人的一個 韻味的味道 這個在網上 上面呢 是形容它有Juicy Peach 也有 混合了Jasmine 和玫瑰味 讓我試一下 哇 它噴嘴很差 想說呢 它不香 它不特別 Jasmine味 就像底部 襯托著 它的Juicy 和玫瑰味 但聞起來是 好像一般的 Celebracy 味道 就是那些 Justin Bieber Katy Perry 那些香水味 那些感覺 真的不太貴 可能真的因為 它的印象的關係 所以 我覺得它 應該是一個很高分的 但是 完全不是那一回事 Oops 如果是收藏家 或者是 Kim Kardashian的粉絕 絕對 是一定要 留一個 紀念的 那這支定價 還要是幾個貴 是60元美金 即是400多元港幣 但是它絕對不是一個 出到街 你噴了之後 有些人會覺得 好香啊 你這個什麼香水 一定不會是這樣 我覺得 我個人認為 跟著 他們之前出了另外一個系列 又是BFF 那些 但因為那個Limited Edition 我看到的時候 它已經賣光 它已經沒有再出 所以我買不到那個香水 那這次它出這個 Kimoji的系列 我立刻 以話不說 先去訂 第一個 Vibes 這個Vibes 他們形容它為 Joyful 不能抗拒 充滿活力的一個香水 是有蘋果的blossom Pione 和Jasmine 在裡面 有一點木味 還有最後是有Musk 它還有菠蘿 和西瓜 的ingredient 在裡面 但完全是聞不到的 這支美金定價45元美金的香水 但是這個香水 它的layering 是做得沒有那麼高級 分得那麼明顯的 你聞的時候 你會感覺到所有的ingredient 混在一起 它一定不會是我最愛的香水之一 但是它是一個 聞到都很舒服的 一支香水 還有它是一個很清新的感覺 適合日頭噴的感覺 平心而論 這支香水也是很清新的 這支呢 很明顯是很聞到這支的 我會覺得噴這支香水的人 它是 它是一個內斂萬熟 但一熟了會有很多話說的人 感覺上 所以喜歡看自己的世界 按按腳腳的 明白嗎 感覺到嗎 這個瓶 好像一個雲說話那些 這個瓶也不算是非常出色 但是 What I mean 這個Kimoji系列就是要玩可愛 它不是走高級 或者classy路線 所以OK的 It's fine I mean 真的不會是我最愛的香水 但是 但是我不討厭它 你不明白嗎 接著就是這個 Cherry 大家可以看看 看著我塗 車泥籽 它裡面是有 Cherry味 Raspberry味 士多啤梨味 Gardeña Venella 木味 Musk 也是有Musk 首先說了一個瓶 這個瓶 有一個瓶 這個瓶 真的不能帶出街 你帶出街 放在袋裡 斷硬 而且好像不太穩陣 它的瓶 不是玻璃來的 是不是 是玻璃來的 Sorry 是玻璃 它這一支香水 是45元美金 都是45元 整個Kimoji系列都是45元美金 即300多港幣 一聞到這支香水 我立刻想分享一個story 話說我很喜歡喝珍珠丹 超級無敵 超級無敵 然後有些朋友說 你要試什麼老虎糖 我就說 沒有啊 我們試一下吧 誰知道老虎糖 是不能叫小糖 喝了幾十年珍珠奶茶 竟然不能教小糖 有沒有搞錯啊 你明白我當刻的心情嗎 完 為什麼無故說這個story 是因為 我一聞這個香水 就令我聯想到這個東西 很甜 他剛才說的什麼士多啤梨 沒有的味道都聞到 但真的很甜 但這個是我而已 我覺得噴這個香水的人 會是少女 另外 還有什麼類型的女生會噴呢 我覺得是大媽 她們都很適合噴這個香水 因為 像是一種我是少女的感覺 這支香水是有這個感覺 這個是KKW的cherry 最後一尷尬 最後一尷尬 這支peach味 噴噴噴 這個包裝呢 相對於沒有cherry的那顆滴 那麼麻煩 Oh my god 好像一個屁股 都是45元美金 都是peach味 玫瑰 Jasmine 和木 和Vanilla 真的跟vibe一樣 但是多了peach味而已 咦 好香喔這個 想不到它是黑馬 首先呢 peach味的香水呢 其實可能這個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聞過 或者是Kanzo 都有類似這樣的 peach味的香水 但是這個peach的味呢 是很清新 還有呢 是真的有一種 fresh的peach味的感覺 一定是很多汁的肚 你看看我拍片機 大家犧牲 香水有分幾隻 嘩好高級 一聞到之 是貴的香水味 有一種可能是commercial香水 這一種呢 就是那種 便宜的香水 或者那些明星出的香水 或者那些便宜的香水 那種味道 但是 它是 在那個category裡面 很高分的 即是這一支香水呢 是很適合正常人噴 即是我是一個很自己的人 很適合 那天做很多自己的事的時候 噴的一支香水 即是這支香水 是會令自己提起勁 嘩 啊我很有動力 繼續做 即是有那種感覺 這個 香 我覺得在這四支 KKW Fragrance裡面 我最喜歡是peach香水 即是peach 耶 我們給點掌聲 給點掌聲 給點掌聲 Pepe 當然外型上面 那也是她啦 大家看到我整條片都放在這裡 就因為我覺得她真的很漂亮 即是跟別人一樣 有些東西外觀跟內涵是亮點東西 所以凡事都不可以只看外表 知道嗎 好啦 今天就是看到 如果你們還沒訂閱我的頻道的話 趕緊按訂閱啦 訂閱訂閱 我直接告訴你 有那些類型片想看囉 好了,拜拜 拜拜 拜拜